此计是成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周禁奏院禁奏使卢传声 皆是被如归楼豢养了杀手杀害的 什么 此案案情错综复杂 趁已将详情写入作本中 请陛下过目 杀手为何要杀罪三个人 杀手所杀不止三人 还有谁 去年末 趁整理一年来 京中各类案件时发现 京中官员的意外死亡人数 比往年均数高出了近三成 便决其中蹊跷 直到昨夜查明逢戒死因 再翻查这些卷宗 才断定 其中有多宗意外死亡的案件 是这伙杀手所为 这伙杀手是何人之时 为何要对朝臣下次毒手 他们也非全部针对朝臣 陈佑翻查了近十年来 京中所有有关意外身亡的案件 发现上至朝廷官员 皇亲国戚 下至加奴普毕 五级歌女 他们其中 都有遭如归楼毒手的 且彼此之间毫无联系 不仅如此 如归楼内 还建有一处地下密室 密室中 藏有大量的监视记录 其所舍范围甚广 几乎遍布长安 这是什么意思 如归楼只是在做生意 表面上 是酒楼的生意 案里 是收钱杀人的生意 在案里 还有贩卖线报的生意 许如归 不过是一介商骨 在长安无根无稽 能将这样的生意 在天子脚下 悄无声息地经营了十余年 其背后必定有靠山 而令臣更担忧的是 那位花钱买刘月 卢传生和讽戒性命的买主 说下去 陛下请看 这是钱周铸主的铜钱 怎么了 陛下 这一枚是棺铸的 这一枚是私铸的 私铜的 前日 臣在西市一个钱周商对处 偶然间得了几枚 钱字印的私铸铜钱 便昨日留意了一下 发现如今长安局势上流通的货币中 有近两成是这种私柱 碰巧成考选武座时 来了一名钱州的武座 他随身的钱袋中 近有八成是私柱的 不错 钱返方知极为精妙 只是 橙色有几分差别 几乎可以乱真 这又怎么回事 钱州必定是有人在做私柱同间之事 刘岳任户部主事 主管事务里就有筑钱一项 正是 臣推测 这便是刘岳被害的原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问你啊 为什么安郡王 会突然想起寻他父亲 还不是因为那个 我做姑娘 我摸了摸他的来路 在长安各方他都没有瓜葛 以后啊 你跟他接触要多加小心 这次安郡王西南之行 你也得去 我去干嘛呀 我在长安还有事呢 怎么 你还惦记着那个冷家的丫头啊 我告诉你 这次西南之行 只要安郡王跟圣上开了口 你啊 不去也得去 爹 你觉不觉得 这个姑娘是驸马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 这姑娘除了有 驸马和公主的定情石坠子之外 还有几卷传奇故事 据王院说 他这个传奇故事里面的案子 都是按照驸马之前办的案子 改编的 除了他和驸马之外 就您最熟悉这些了 传奇故事 对啊 里面有个叫玉面判官的 玉面判官 京兄有话请讲 驸马爷 你一个月之内办了竖庄大案 我可听说有人在背后 管你叫判官了 这事酷多好 公主 años